我们介绍上一次来讲讲 能够缓解新冠病毒导致的心肌炎心动过缓的小剂量的辅煤Q10产品 讲一下我的选品原则 第一,我选的是每一粒含50毫克的辅煤Q10 为什么要选小剂量的呢?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你心肺功能大概率是受损的 如果心脏比较弱,一上来就吃大剂量的辅煤Q10呢 很容易导致心剂心跳过快的 所以比较安全的做法是从50毫克的小剂量开始吃 第二,选油溶性的软胶囊 或者是水质双绒的液体而不是粉状的素质胶囊 因为辅煤Q10是脂溶性的和脂肪一起的 肠道吸收率能够提高三倍 你吃下去的辅煤Q10只有被肠道充分吸收呢 才能够最终进入血液和淋巴系统被身体利用 第三,机体油是健康的油脂而不是精炼植物油 第四,避免大豆玉米成分,避免转基因的风险 氧化型Ub-queen和还原型Ub-queen 我都给出推荐品牌 我们先讲一下氧化型Ub-queen的产品 就是瓶子上写着Co-Q10 第一个,Natural Factors的Co-Anzyme Q10 All Natural Form,50mg 它的精油是米糠油 第二个,Life Extension 是盐瘦的Super Absorbable Co-Q10 with D-Lemony,50mg 这个是加了100毫克的地柠檬锡 就是橙子皮冷炸获得的柑橘精油 地柠檬锡有消炎止痛刷菌的作用 第三个,Quino的Co-Q10 Gummies 橙子口味的辅煤Q10果胶软糖 每一边含50毫克氧化型辅煤Q10是Non-GMO 非转基因的纯素食产品,不含人工色素 但是含糖,每一边含两颗糖 第四个,Mary Ruth Co-Q10 Gummies 副盆子口味的辅煤Q10果胶软糖 也是Non-GMO非转基因的纯素食产品 不含人工色素但是含糖 每一边含一颗糖 它是每一边含60毫克氧化型的辅煤Q10 比Quino的软糖的伎量要高一点 第五个,Quino的Liquid Co-Q10 医疗级别的辅煤Q10 这个产品我推荐过 Quino这个牌子是一座水溶性的辅煤Q10而出名的 它的辅煤Q10是先用向日葵软粘质包裹 然后融在水里 所以既是水溶性的又是滞容性的 尽管它是氧化型的辅煤Q10 但是它的吸收是最好的 其他的辅煤Q10你通常要吃一个月 才能够感觉到有效果 但是这个液体的辅煤Q10 一周就能够明显感到精力体力的回升 这个液体的辅煤Q10是橙子波浪口味的 用罗汉果调味不安糖 便粉大豆小麦对低碳生酮的人很友好 一茶池5毫升含50毫克的辅煤Q10 这一款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最推荐的 但是有一点点贵 而且可能有人不太喜欢罗汉果的那个甜味 再来推荐几个还原型UbQ10产品 第一个Doc.S.F.S.的UbQ10 Wiz Kanaka 50毫克的软胶囊 阶级油是特级出炸橄榄油和MCT油 加了向日葵软定质 来提高吸收率 是Non-GMO非转基因的产品 第二个NOW的UbQ10 C.F.50毫克软胶囊 基底油是地柠檬锡 也就是甘菊油 还有心酸 鬼酸 这两个都属于中链脂肪酸 第三个Blue Bonnet的Cellular Active CoQ10 UbQ10 50毫克软胶囊 它的基底油是MCT油 加了向日葵软定质来提高吸收率 第四个Swanson的UbQ50毫克软胶囊 它的基底油是亚马紫油 也是加了向日葵软定质 来提高吸收率 总结一下氧化性腐脉Q10 有五个产品 其中软糖的氧化性腐脉Q10 是这两个 适合嗓子眼角 吞咽有困难 吸收最好的是这个 还原型的有四个产品 添加了向日葵卵磷脂的 吸收比较好的是这三个 我建议你买一个氧化型的 再买一个还原型的 氧化型的腐霉Q10 参与人体95%的能量产生 而还原型腐霉Q10 有抗氧化消炎的作用 这两个都吃 对人体来说是效果最好的 告诉你们具体怎么吃 第一周 早上吃50毫克氧化型的CoQ10 中国吃50毫克 还原型UbQ 一共100毫克每天 第二周 早上吃50毫克氧化型CoQ10 中午吃50毫克 还原型UbQ10 下午两三点左右 再吃50毫克氧化型的CoQ10 一共150毫克每天 第三周 早上50毫克氧化型CoQ10 加50毫克还原型UbQ10 中午 50毫克氧化型CoQ10 加50毫克还原型UbQ10 一共200毫克每天 通常来说 一天吃到200毫克就够了 但是有些人确诊心肌炎了 而且心脏不熟 症状比较严重 那么你可以从第四周的下午 再加50毫克氧化型的CoQ10 就是第四周 早上 50毫克氧化型CoQ10 加50毫克还原型UbQ10 中午 是50毫克氧化型CoQ10 加50毫克还原型UbQ10 下午两三点左右 再吃50毫克氧化型CoQ10 一共250毫克每天 到第五周的下午 再加50毫克还原型UbQ10 每天总计量达到300毫克 每天具体的计量是 早上 50毫克氧化型CoQ10 加50毫克还原型UbQ10 中午 50毫克氧化型CoQ10 加50毫克还原型UbQ10 下午两三点 50毫克氧化型CoQ10 加50毫克还原型UbQ10 一共300毫克每天 提醒一下 不要在傍晚和睡前 吃浮梅Q10 不让你失眠的 阳康之后呢 心率过快的 先吃牛黄酸每条心率 心率正常之后呢 再吃浮梅Q10 心动过缓的 直接吃浮梅Q10 按照我刚才讲的 从50毫克的小剂量开始 逐渐增加剂量 不要一下子就吃大剂量 你受损的心机呢 会受不了的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牛黄酸每复 每Q10 还有NAC 以前半光胺酸 这三样的组合起来呢 能够快速修复你 受损的心胃功能 这三样呢 我都很详细的讲过 最后再强调一下 你转阴了 不等于说 你就完全抗腹了 新冠虽然是个 呼吸道传染病 但是它会对人体的 多个器官组织 造成损伤的 包括你的心脏 肺部 大脑血液循环系统 免疫系统 生殖系统 甚至眼睛等等 完全康复呢 至少需要三个月 有些人需要的时间呢 可能更长 所以不要掉以轻心 在你羊康后的三个月之内呢 不要熬夜 抽烟 喝酒 不要感冒受凉 不要过于劳累 不要进行激烈的运动 或者从事重体力劳动 因为你心肺的受损程度呢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你稍微一作呢 可能心脏就出个大问题 抢就不急呢 人就嘎嘣了 这样的例子到目前为止 已经非常多了 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 不要作 另外呢 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 因为免疫细胞呢 是蛋白质合成的 你需要优质蛋白质呢 来修复身体组织 杨康之后心脏不舒服的问题 以及怎么解决呢 通过两期节目 我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还有问题 评论区提问 OK 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